大家好,冯德莱恩抵达基辅 大家知道冯德莱恩是欧盟委员会主席 这次一同访问基辅的还有欧盟外交政策的负责人伯雷尔 他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 冯德莱恩说这次访问是为了向泽连斯基就申请加入欧盟提供支持和保证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夏天向欧洲理事会提交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 那伯雷尔在基辅也宣布欧盟正在撤回其驻乌克兰首都的代表 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马西科斯陪同伯雷尔和冯德莱访问了基辅 伯雷尔说特使的回归将有助于确保欧盟和乌克兰政府能够密切和直接的合作 乌克兰不是一个被入侵被支配的国家 仍然有一个政府接待来自外部的人 你可以去基辅旅行 布列尔说与泽连斯基会谈议程上一个话题 是进一步制裁以孤立俄罗斯 欧盟现在已经提出了一揽子新的制裁措施 昨天对俄罗斯的煤炭进行了禁运 我呢谈一谈欧盟呢 现在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关系啊 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那冯德莱访访问基辅呢 我呢谈谈自己的看法 先从基辅方面说 现在国内有一些主流的说法呢 说是欧盟为了稳住乌克兰 稳住乌克兰 所以呢访问基辅 而欧盟呢真正接受乌克兰的路还很长 我认为不是这样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乌克兰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加入欧盟 你看我的看法和这个国内一些主流的专家看法是不一致的 我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呢 泽连斯基正在利用和乌克兰的战争 为自己的筹码作为筹码加入欧盟 而欧盟呢首先也有意吸纳乌克兰 为什么 因为欧盟现在呢 非常明确 欧盟夹在了中间 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进行地缘政治博弈 而欧洲没有力量控制 欧洲变成了一个大国力量博弈厂 欧洲没有发言权 现在你看欧洲在整个俄乌冲突中没有发言权 那么吸收乌克兰加入欧盟 反而呢给欧洲提供了一个掌控乌克兰局势 掌控自己未来地缘政治环境的一个把守 所以吸纳乌克兰反而对欧盟有利 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从乌克兰角度来说啊 乌克兰希望加入欧盟 而且乌克兰一直寻求加入欧盟 而俄罗斯并不排斥乌克兰加入欧盟 俄罗斯非常明确提出来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欧盟是经济组织 它不是军事组织和北约不同 所以冯德莱恩访问基辅 莫斯科是欢迎的 我先从乌克兰角度分析啊 为什么乌克兰要加入欧盟啊 乌克兰要加入欧盟 首先乌克兰摆脱自己孤立的地位 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 他将有一个集体的力量 就是欧洲整个一个大家庭 集体给乌克兰提供支持 这样乌克兰面对俄罗斯 面对其他的周边国家的时候 乌克兰更加自信 乌克兰也有更多的支持 所以乌克兰一直寻求加入欧盟 他会摆脱俄罗斯啊 单独对乌克兰的影响 因为乌克兰单独面对俄罗斯 他是很弱小的 所以他需要加入一个大家庭 欧盟利用集体的力量 面对俄罗斯 乌克兰会更加自信 而俄罗斯和乌克兰 未来的关系会更加平等 这是乌克兰方面想的 也是泽连斯基现在考虑的 所以泽连斯基正在利用 布洽事件 利用乌克兰国内和俄罗斯 这场战争作为筹码 加入欧盟 乌克兰是非常积极的 那加入欧盟还有一方 欧盟方面 冯德兰 冯德兰也是非常积极的 刚才分析了吧 第二点 为什么冯德兰积极 因为冯德兰发现自己在整个乌克兰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 欧盟没有 没有自己的一个 没有自己的管道 没有自己影响欧洲地缘政治 一个渠道 军事在美国人手里 北约嘛 美国向乌克兰发送武器 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你们两边打嘛 在哪打 在欧洲打 打完以后 欧洲美男 欧洲人不明白吗 冯德兰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但是他没有抓手 乌克兰不是欧盟成员国 欧盟这个经济组织 很难对乌克兰事件有影响 只能去制约俄罗斯 制裁俄罗斯 越制裁俄罗斯 反而让欧盟和俄罗斯关系越来越僵 美国从中获利 冯德兰 所以吸纳乌克兰加入欧盟 可以有效的影响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加入欧盟 也可以很好的和俄罗斯进行协商 未来乌克兰的问题 由欧盟和俄罗斯可以单独进行协商 欧盟就能掌握自己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了 也可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欧洲可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我一会儿再讲 那么第三点 俄罗斯方面 大家可以想 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支持的 俄罗斯并不排斥欧盟 俄罗斯甚至希望利用乌克兰加入欧盟 来达到自己重新掌控欧洲 加入欧洲 普京是希望融入欧洲的 欧洲和北约不同 北约是军事组织 是由美国为首的军事组织 和俄罗斯进行对抗 而欧盟不同 欧盟是经济组织 俄罗斯 它需要欧洲的发展 需要欧洲的采购它的能源 跟欧洲的合作 乌克兰加入欧盟 俄罗斯是支持的 所以这点上 俄罗斯 欧盟 乌克兰 实际上都有意 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 所以从这点上看 我觉得乌克兰加入欧盟 这个希望很大 特别是这场战争 会加速乌克兰加入欧盟 有人说乌克兰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好 它根本达不到标准 那这场战争反而让乌克兰达到了标准 什么标准 政治标准 就是欧盟突然发现 以前那个标准对经济条件的要求 和政治相比 政治更重要 乌克兰不加入欧盟 反而欧洲更难实现一个稳定 那就会首先考虑乌克兰的政治意义 所以泽连斯基在打政治牌 我经济不行 但是我乌克兰的稳定 对你整个欧洲至关重要 你吸收我进入欧盟 你政治上就稳定了 所以我看来冯德兰 他并不是在给泽连斯基画大饼 特别欧盟 欧洲内部 现在从德国 从法国 更多的领导人 我觉得后续会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 会把这个事 会把这事向前推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很有可能 短期内会加入欧盟 最后谈美国 我觉得是美国的失败 乌克兰加入 加入欧盟 那说明什么 说明欧盟的势力在增大 欧洲联合 欧洲 你记住 欧洲的联合 对美国来说 对美国掌控欧洲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美国希望切割欧洲 你碎片化才好 利用你的碎片化 利用你这种结构上的矛盾 我从中余利 但是现在欧洲团结成欧盟 对吧 一个整体 那么美国 它的影响力就削弱了 乌克兰加入欧盟 对美国来说 是 我觉得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在乌克兰加入欧盟 这个问题上 美国一定会影响欧洲 后续会有博弈 那大家来看啊 乌克兰这个战争 打到现在呢 实际上欧洲方面 表面上和美国一起 和西方 一起来制裁俄罗斯 制裁俄罗斯 但实际上欧盟 已经非常清楚的认识到 自己必须掌控欧洲的未来 所以加速了欧洲的一体化 加速了欧洲的团结 那欧洲的团结 一体化 对美国来说非常不利 虽然现在欧洲一起和美国 因为意识形态 制裁俄罗斯 但是从长远来看 欧洲的觉醒 特别欧洲这些领导人 看清楚了美国在利用欧洲 欧洲反而更团结 反而会形成一个 更加有凝聚力的整体 对美国来说 对美国长期的来说 是有损害的 反而呢 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在衰退 特别是美国现在利用乌克兰危机 在整个欧洲 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乌克兰危机 不光是俄罗斯的问题 背后也有美国 煽风点火 欧洲看的也非常清楚 欧洲看的非常清楚 你不要以为欧洲不知道 欧洲现在和美国 因为大西洋联盟绑在一起 但欧洲也在寻求独立 寻求自己的一个稳定 所以后续欧洲会利用什么 利用冯德莱恩 利用欧盟这个机制 团结欧洲国家 军事上利用北大西洋 利用北约 给自己提供安全 所以欧洲也在寻找出路 这种平衡的结果 我觉得会对美国不利 因为美国从长期来看 欧洲会形成一个统一 会形成一个整体 而美国就会被变化 而俄罗斯和欧盟的交往 会越来越深 特别是乌克兰如果加入欧盟 俄罗斯会和欧盟来谈 来谈乌克兰的问题 反而俄罗斯和欧盟来谈 双方一个平等的状态下来谈 这个地区相对稳定 那你说美国未来在整个欧洲地区 对吧 切割 碎片划你 它这个机会就少了 所以欧洲地区相对就稳定 你看整体 欧盟形成一个整体来和俄罗斯谈 一个平等的关系 欧洲就会稳定 如果单独的一个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谈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 实力上的不平等 就会产生战争 所以欧洲也就动大 美国也就有了机会 所以从北大西洋这个整个关系来看 欧盟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寻求摆脱美国的影响 美国利益一直利用北约来控制欧洲 但是欧洲呢 现在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特别是欧盟 你看啊 冯德莱恩 德国为主 德国是欧洲摆脱美国控制的一个主力 你要不了解欧洲的地缘政治的话 你看德国 德国历任领导人 特别这个冯德莱恩 也加上前面的默克尔 一直在寻求摆脱美国的控制 这是欧洲的主线啊 你要看懂欧洲的主线 而德国摆脱美国控制一个主线 你看和俄罗斯 和俄罗斯 他这个阻止美国东扩 美国控制欧洲 这条主线又是相吻合的 所以你看长期来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相对稳定 德国和俄罗斯关系就非常友好 因为默克尔到普京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要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 所以呢 默克尔安排了冯德莱恩进入欧盟 当欧盟主席 所以冯德莱恩只要在欧盟主席 那么欧洲 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摆脱美国控制 完成整个欧盟的扩大 欧盟影响力增加 我之前讲过 欧盟实际上支持过西班牙的加特罗尼亚独立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的城市很好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我去过巴塞罗那 我在那生活过 巴塞罗那是欧洲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个城市 对待外国人非常友善 而且呢 环境也好 巴塞罗那 这一点 这一点 确实 那巴塞罗那的独立 对欧盟来说 我之前说过吧 为什么德国支持巴塞罗那独立 西班牙碎片化 这些纷纷的小国会加入欧盟 欧盟控制这些小国 欧盟的控制力增加了 利用你的碎片化 把你碎片化 我欧盟 德国可以控制 控制以后呢 形成一个统一 你看 分裂和统一 它是一个循环 德国碎片化西班牙 加强自己的 自己的实力 加强欧盟的一个整体 控制能力 加强整个欧洲的统一 那你看这个逻辑 你看加特罗尼亚 看巴塞罗那这个逻辑 你就明白 现在欧盟对待乌克兰 对待美国 对待俄罗斯的态度 你反过来看 吸纳乌克兰进入欧盟 反而欧盟可以有效的影响整个中东欧的局势 影响自己周边地缘政策环境 摆脱对美国单一的依靠 摆脱北约对自己的影响 你只说欧盟和北约不是一个整体 那对待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也是这个逻辑 所以我觉得欧盟内部应该现在有了计划 绝对不能让美国和俄罗斯 在欧盟的领土上 你们互相博弈 然后我成为最后的受害者 所以现在看冯德莱到达基辅 这个意义非常大 就是以德国为主 法国为主的 欧洲的统一派开始有行动了 那么基辅乌克兰加入欧盟 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大 概率很大 普京也是支持的 特别德国和普京 德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 这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普京是欧洲派 普京是希望整个欧洲联合 甚至普京曾提出俄罗斯加入欧盟 俄罗斯加入欧盟 普京提出来吧 最后被美国阻挡了 美国利用对欧洲的影响力 所以乌克兰加入欧盟 普京是不反对的 最反对的是美国 这个问题上最反对的是美国 我今天把这个事情给你讲透 使你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之间 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因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起制裁俄罗斯 但是欧盟的独立性上看 欧盟是有自己想法的 他是想摆脱美国的 乌克兰这场危机 我觉得给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 提供了机会 特别是吸纳乌克兰 如果欧盟能够吸纳乌克兰 掌控自己周边的局势 形成一个欧盟的统一的一个整体 那美国就很难再切割欧洲国家 很难切割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加入欧盟以后 由欧盟形成一个整体对外发生 一个整体的一个政治 政治集团对外交往 像美国俄罗斯这些大国 那欧洲的稳定对中国意义巨大 我之前说过 欧亚大陆两端两台发动机 一个就是欧盟 一个就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 形成了一个新兴经济体 这两台发动机在欧亚大陆两端 形成了整个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群 俄罗斯给这两大经济体提供能源 那么美国呢 实际昂格鲁撒克逊 它隔着大西洋实际在边缘地带 它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 它单独来说它是最大 但是现在如果欧亚两大发动机 合二为一 那整个欧亚大陆将是全世界最大的 世界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世界的资产正在向欧亚大陆转移 美国是不希望看到 所以你看美国希望欧洲这个地区出现动荡 压制欧盟 压制这台发动机 你不要你这两台发动机吗 压制中国压制欧盟 利用乌克兰问题 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 可以压制欧洲这台发动机 所以欧洲的稳定对中国来说 对整个欧亚大陆来说 也是意义巨大的 他说我是支持欧洲的稳定的 其实欧洲一直在寻求稳定 只是欧洲这些领导人 包括德国这些政治家 他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 你看最早之前 欧洲这个历史上向拿破仑统一欧洲 实际德国 对吧 法国之间 实际上都有想统一欧洲这个想法 最后呢是英国 英国 你从这个滑铁卢 再到二战 一战 实际上欧洲人很难同意 就是因为有这个昂格鲁萨克逊 他一直在肢解欧洲 但是现在呢 欧洲 欧盟 新的成立这个欧盟 给欧洲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就不用通过战争 欧洲人也能同意了 形成一个经济联盟 我们也能同意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昂格鲁萨克逊 不愿看到 所以后续呢 欧洲会利用欧盟 统一整个欧洲 来稳定欧洲之间 欧洲周边的局势 所以这个呢 是对整个欧亚大陆 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你要支持欧亚大陆的话 你要寻求欧洲的稳定 实际上普京也在寻求一种稳定 为什么美国利用北约挤压俄罗斯的空间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是肢解掉俄罗斯 肢解掉俄罗斯 欧亚大陆是不是也出现动荡 碎片化 那么俄罗斯要反击 就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和北约有了正面冲突 你这么一想的话 普京的目的也是要稳定欧亚大陆 欧盟的目的也是要稳定欧亚大陆 最希望肢解欧亚大陆是美国 这就是地缘政治复杂的问题 你从刚才我给你讲这一 所有的逻辑你推下来 现在来说欧盟的稳定 俄罗斯和欧盟之间能形成一个 一个平等的关系 对话的关系能够稳定 对美国来说是最不利 所以现在看呢 我觉得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能有效的制约美国 对整个欧洲的分裂 撕裂整个欧洲 也能制止整个东欧地区的动荡 这是我的 但是我的世界观呢 是支持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联合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 我是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乌克兰加入欧盟 欧盟的力量壮大 欧洲这些小国不会被单一的 大西洋的国家 像美国啊 像英国 这些国家 单独利用 变成一个地缘证工具 成为一个整体 可以和俄罗斯对话 也可以和美国对话 欧盟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的话欧洲相对稳定 一个稳定的欧洲 对欧亚大陆崛起是有利的 对中国也有利 欧洲给中国提供巨大的市场 提供了资金 技术 所以我说 整个欧洲的稳定 所以我昨天说过 现在看美国国力下降 但是他和俄罗斯在欧洲竞争 表面上看美国现在是得力 不断的制裁俄罗斯 但从长远来看 实际上美国 我觉得他自己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现在反而唤醒了欧洲 唤醒了欧洲人 欧洲人要开始整合周边这些国家 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的稳定带 那也就吸纳这些周边的一些小国 穷国加入欧盟 你虽然穷 但是政治上 你依靠我 我可以稳定你 你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稳定 我欧盟也就安全了 反而欧盟下一步呢 会加速吸收周边这些小国 穷国加入欧盟 对这些国家有掌控 不被这些大国利用 影响欧洲的安全 所以呢 会加速摆脱美国 所以从长期来看呢 美国地缘 政治上是失策的 是被动的 会逐渐逐渐的被欧洲边缘化的 而欧洲会形成一个 逐渐统一的一个政治集团 和俄罗斯平起平坐 那么欧洲相对就稳定 欧洲的稳定 美国是最不愿看到的 所以从长期战略来看 美国是失策的 这是今天我的分析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的 支持欧亚大陆的崛起 支持欧亚大陆的稳定 但是地缘政治上很复杂 特别是美国 它现在还是可以影响的 美国历朝历代这些的地缘政治高手 就是一个目的 支揭你欧亚大陆 所有看我节目的观众 所有看我节目的 其实都理解 我之前讲 美国的目的就是支揭你欧亚大陆 他所做的一切 包括他的意识形态 自由民主 也是为了支揭你 所以我说 所有观众 你看完我节目 你脑子里会有一个印象 美国欧洲 中国俄罗斯都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从宏观的视角来看 把这个思维升到最高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 更高的一个思维 一个角度来看整个世界